前两天我刚刚录制完毕了Luminer系列教程的全部15集 最后一集都还没来得及放出 Luminer 4就在今天迎来了一次小型的更新 进入到了4.3版本 别费劲查资料了 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下本次更新的主要内容 看看有没有你比较关注的功能得到了提升 大家好,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这一期 错不及防加更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还没有更新的小伙伴 打开Luminer应该就会收到更新提示了 如果没有的话 点击左上角的Luminer 4打开菜单 选择检查更新 Windows电脑在顶部菜单当中的帮助 可以找到检查更新这个选项 本次更新加入了一些新的相机RAW文件的解析能力 基本上各家比较新出的机型都得到了很好的支持 之前就有小伙伴给我留言抱怨说 Luminer的读取速度太慢了 我也很认同这一点 打开RAW文件的速度呢 出奇的慢 每个功能设置操作的读取速度也慢 这让Luminer给大家留下了很吃内存的刻板印象 好消息呢是这次4.3版本的更新 大大的增加了运行速度 降低了内存占用率 从官方的数据上来看呢 在4.2版本更新的时候 读取速度慢到了顶峰 也就是我们抱怨的那个版本 当时更新了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AI增强天空 我发现啊 凡是带有人工智能的功能 普遍他都慢 可惜可贺 本次更新速度提高达到了三倍 运行时间呢 只是原来的三分之一了 我亲测了一下三倍可能是感觉不到 但是确实是快了不少 以前读条会持续很久 现在呢大多数的操作都不会有严重的延迟出现了 本次更新最大的收获也就莫过于此了 在Luminer 4官方广告当中啊 有这样一个航天飞机的素材 特别的好看 但是在之前的版本中啊 压根就没露过面 我特别好奇这个素材到底在哪呢 这回好了 4.3版本更新之后呢 在AI增强天空当中就可以选择添加这个叫做Space Shuttle的素材了 并且呢它自带喷射效果放在城市照片里啊 特别的苦 在AI天空更换和AI增强天空这两个功能里边呢 除了自带的素材 我们还可以添加自己的照片 但是啊每次都要手动添加非常的麻烦 现在可容易了 可以像自带素材那样生成列表 点击天空选择和对象选择 选择显示自定义文件夹 把自己的素材呢全部拷贝到这个自定义文件夹当中 就可以在下拉彩灯当中看到了 需要注意的是呢 天空更换自定义文件夹当中呢 我们应该存储的是天空图片 而在增强天空功能里边添加的应该是例如月亮极光等等的素材照片 这两个文件夹呀是分开的 使用方法呢是不一样的 我刚才用的这套日落红云的天空素材图片呢 在我的分享包里边也有 大家可以去下载 现在打开looks外观的时候呢 当鼠标划过 任意一个效果 照片都会自动显示最终的样式 直观又清晰 读取速度的加强呢 在这个地方就体现到了 说实话呀 我之前不爱用looks外观 就是因为要一个一个点才能看到最终的效果 现在呢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如果在后期的时候啊 没什么想法 不妨打开外观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配色效果 也可以通过这些预设呢 学习其他摄影师是如何进行后期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每个外观当中啊 都使用了哪些功能 那些名字变成白色的功能呢 就是使用过的 一目了然 现在啊按下裁剪按钮 会自动切换到帆布界面 在镜头和几何结构下面啊 多了一个裁剪和旋转功能 把原来显示在界面上方的按钮呢 全部搬到了右侧 方便操作 还内置了一些常用的图片比例 方便大家去选择使用 Luminar在图片管理方面啊 又稍微的迈进了一步 现在啊 在资料库模式当中呢 多了一个搜索功能 分别可以根据图片的名称 拍摄的日期和文件格式进行搜索 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在存储照片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注意自己相机当中的时间和地点设置 是否是正确的 这在后期管理的时候啊 也许能帮上大忙 以上就是本次更新的几大增强 还完善了一些小bug的修复 我感觉Luminar这家公司的员工啊 都实在是太勤奋了 从2019年11月18日上市以来 仅仅八个月呢 这已经是两次推动性的版本更新了 在这呢 给工作人员手动点个赞 看到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喜欢上Luminar 我呢也非常的开心 自己这些教程啊 也算是没白做 作为从入门到专业级别 都试用的一款摄影后期软件 Luminar值得你拥有 还没有免费试用的小伙伴呢 抓紧啦 到我的专题页面看看 安装使用教程应有尽有 别忘了下载我提供的免费预设和外观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ID 关注我 有惊喜拍摄技巧和后期教程 通通都有 进行跟任何解释成 ocur